倒還好耶 我們通常不是會被別人打亂節奏的人 我們兩個都蠻堅定的 形式沒想過 我不知道 看她怎麼想我也不知道 哈囉 下午茶新聞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邵雨薇 恭喜雨薇 手撞瑋琳中 謝謝 謝謝 然後你 可是你不可以逃 你絕對不可以 去哪裡 我就是怕我以後不在了 你就沒有別的家人入嗎 我當然會想得啊 當然會想得 自己入圍以後才知道這句話 一點都不官方 就是入圍就是很開心 我講的優勢是什麼 我沒有 我完全不知道 有 謝謝蘇貞姐 曾經跟蘇貞姐有合作過一部戲 非常印象深刻的 我感覺得到她跟我一樣是同一種 比較私下比較內向的人 但是工作卻可以很外放 我就是很內向的人啊 其實我是 我只有在工作的環境場合 會極力的逗大家開心 所以演下去 你覺得你也是那種 台上台下是一個反差 我是啊 我完全是 表演欲極強的內向者 覺得這個總結還不錯 對對對 所以是嗎 我絕對是 你是小時候吃了很多苦啊 我不會說就是沒有任何的負能量 或是抱怨或是各種什麼 其實一定都會有 可是那個當下 我給我自己的鼓勵 自己的方式都是寫文字來給自己一些正面的能量 讓自己知道說其實還有很多很多我可以去做的事情 然後去療癒自己 我覺得這是我療癒自己的方式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啊 因為我說當我負能量的時候 我寫出來的文章 卻是滿滿的鼓勵自己的話 但工作上的確也是會有一些挫折 比方說要轉型的時候 可能明明知道自己年紀也越來越大 然後明明知道自己心中追求的是一個 另外一個地方 可是因為出道或者是因為長相 或者是因為大家給我的image 讓我必須卡在同一個地方的時候 會有一種疲勞感 對 當時會有一種很深的疲勞感 會一直在思考是不是我要先停下來 就是沉澱一下 然後改變一下我的樣子 還是什麼去轉換另外一個跑道 就是可以去演一些我想要嘗試的戲 就是這一段時間是有一點點小挫折 但是還好我覺得很是幸運的 就是非常幸運的 就身邊可能貴人真的滿多的 對 就是願意給我機會的人 希望有小孩 但沒有規劃到說有小孩以後要如何 好像也是邊走邊看 以我自己家庭為例的話 我就覺得家裡三個小孩是最剛好的 除了熱鬧以外我覺得互相幫助吧 有時候我跟我姐吵架 那我妹就是一個調節技 然後比方說像現在我家在高雄嘛 那我姐是嫁在高雄 所以她常常可以陪伴我爸媽 那我妹她雖然在南投工作 但是她所有家裡面 比方說要買一些面紙啊什麼什麼的 都是我妹會用那個APP來訂的 我妹是這種行動派的去執行很多事情 然後我姐就是那種陪家人吃飯的陪伴 然後我就是努力賺錢的附伴 對一個分工 然後蠻好的 到長到那麼大 就是感受到家裡有三個小孩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你會不會這樣感受一下 你會很在意外見的工作嗎 不會啊對啊 因為就很自然覺得是開心的過好每一天 我覺得如果我們都工作壓力這麼大的情況下 連好好的生活都沒辦法的話 我覺得那個太不健康的心理 所以反而好好的健康過日子 對我們的工作的幫助也蠻大 我覺得是因為感情很穩定才可以大方分享吧 因為在不穩定的情況下 其實跟大家分享 只會造成很多新聞很亂 就是不需要站那麼多版面 說到這個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真的工作一直都很忙 的確好像如果沒有刻意安排 就會一直都忙下去 但就真的沒有刻意安排 然後也一直都在忙 我本來我媽就是講說 30歲以後才能結婚 她是說不要那麼早結婚 因為她覺得她自己太早結婚 然後她覺得她太多的事情沒有做 她就生小孩了 然後她覺得她的青春都在照顧小孩 她算是在抱怨我們 她希望我們就是可以讓自己很開心 青春不要留白的這種事 對啊就是開心生活 倒還好欸 我們通常不是會被別人打亂節奏的人 我們兩個都蠻堅定的 對啊就是我們兩個覺得好就好 不會因為外在說 你們要怎麼樣啊 或者是你們時間點怎麼樣啊 就被影響 我們蠻不會受這個影響的 計畫 還沒有特別計畫 真的要計畫的時候應該也就會是計畫型的人 行事 沒想過 不知道 所以你完全沒有幻想過別的事情 沒有 我覺得就是 對啊 看她怎麼想我也不知道 OK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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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